来人冷笑,那些低贱的异族修士,想要杀我,可没有那么容易。 你也加入了天骄阁,以你的天赋实力,只怕成为人里银点天骄,怕是没有任何问题吧。 夏展道,来人淡淡说道,人里轻点天骄,这五人当中也就方星空能够让我多看几眼罢了,其他几人连让我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夏展又望向玄天长老,问,之前玄天长老处处针对方尘,想必是你安排的吧。 来人点头道,确实如此,只不过没想到让他逃过一劫,并没有什么仇吧? 没有,正是因为他来自神冬玉,才有仇。 来人神色冰冷,夏展不明所以。 那人道,我已经调查过了,那人来自于神冬玉,而他的师尊叫天阳子。 天阳子?夏展一惊,他是天阳子的弟子。 没错,就是天阳子在九州养的弟子。 那人神色冰冷,当年没有机会为父报仇那天,阳子便陨落了。 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的弟子偿命。 此仇不报非君子。 夏展瞳孔微缩,要是眼前之人的家族出手,只怕方尘死死无生。 那你来找我是要干什么? 夏展问。 那人答,自然是要让你出手,杀了方尘。 我出手? 夏展不解,以你家族实力,杀了方尘只怕是绰绰有余吧。 那人淡淡说道,自然,但我们家族还不能出手。 那家伙的背后也有人。 而且,实力可不比我们要弱。 背后有人,还不比你们家族要弱。 夏夕一愣,随即想到某人,秦大公徒。 没错,传闻秦大公主消失的那段时间,是和天阳子私奔去了。 现在看来,还真是如此。 夏展神色浓重。 所以我给你一个机会,杀方尘的机会。 只要他前往杀人峰,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必定能够斩杀他。 你打算让我做什么? 夏展问。 那人一笑,拿出一块古怪的方块铁。 此铁绣迁斑斑,上面的纹路也是模糊不清,一看便有诸多岁月。 他道,此物名为翻铁,乃是此地的前身大宗所留之宝。 他有一个小小的作用,便是可让你在挑战大殿所得的分数翻信。 翻倍。 夏展眼前一亮,如果能够翻倍。 那他破了方尘的记录,简直是不要太过轻松。 没错,等将尘门的洞天伏地尽数拿下。 到时他要么就此没落,要么前往杀人峰,和你一决高下。 那人道,可我真的能够杀他吗? 他自信能够击败方尘,但斩杀实在是太难。 那人文言淡谈道,放心,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说完,他拿出一个小锦盒,打开后,里面是一枚小小的红黑色丹药。 丹药上丹纹遍布,竟是一枚八阶丹药。 只是丹药中散发,而出的却并非丹香,而是一股血腥味。 那人道,此丹名为狂血化丹,服用之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时辰内, 你的实力将会成倍提升。 由此丹再配合你的实力,杀他简直是绰绰有余。 这是一族丹药吧? 只怕是对我会造成不小的伤害。 夏欣有些不愿。 那人将锦盒关上丢给夏展道,副作用自然是有,最多也就躺个一两月。 但要是能够解决这个心头大患,躺一个月又如何? 况且,最后用不用取决于你自己。 夏展文言陷入犹豫当中。 那人也懒得继续废话,道,好了,我该说的已经说了。 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走了。 说完后,他不再理会夏展,禁止离去。 在离开展门之后,玄天忍不住问道,少爷,他真的会乖乖去做。 少爷冷笑一声,道,香展,一个死要面子的家伙而已。 方辰如此羞辱他,他必定会恼羞成怒出手。 我倒是要看看这方辰的实力如何,父亲的仇我一定要报。 不仅要报,我还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将他身边的女人一个个地夺过来。 玄天见此,笑道,少爷出手,小小方辰而已,就算是秦大公主真要保住他也必死无疑。 少爷一笑,一副尽在掌控之中的模样,潇洒离去。 却不知他们从展门离开的身影被一人看得一清二楚。 蝉从一处角落出来,神色浓重。 果然,玄天处处针对方展是被人指使, 却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方辰啊方辰,你这是招惹了一个了不得的存在。 思末片刻,他最终化作一道顿光向着天骄阁外去。 赶了一天的路,他来到了仁城殿, 并持着令牌一路畅通无阳地来到大公主府,并来到偏殿。 而一到偏殿,他就看到一位亭亭玉丽, 气质高贵的妇人正含笑支着衣物, 所用材料皆是世间珍贵之物。 这位妇人正是秦秋梅,方辰师娘。 见于禅来了,他道,坐吧,小灵,上茶。 是。 秋梅身后的侍女坐一点头,为如禅倒上灵茶。 茶过三杯后,秋梅这才问道, 尘儿现在如何了? 于禅恭敬道,方天骄现在可谓是天骄阁最为耀眼夺目的存在, 独自一人便夺了十余座洞天福地,令众天骄不得不屈服。 秋梅并不意外,微微一笑道, 尘儿的天众之才,如此成就倒也正常。 对了,之前我让你做的事情如何了? 公主放心,秦岩已和方辰有了因果。 如果秦岩闻听此话,就会意识到, 之前的赌约其实是费禅早就准备好的。 如禅之所以会如此在意方辰, 则是因为她是秦秋梅的人。 秋梅文言点头,如此就好, 秦岩这丫头背后的家族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而秦岩的天赋也不错, 更有上古传承在身,气运傍身, 日后成就不低。 如果尘儿能够拿下的话, 日后在面露那些势力的时候, 也能够多加一份助力。 她又望着于禅,道, 哎,可惜你的命格不够, 否则的话,我也想让你成为尘儿的妻子。 于禅脸蛋顿时一红, 羞涩道,公主, 你说什么呢? 我就想陪在公主身边。 秋梅一叹,道, 尘儿天生孤星。 唯有她师尊给她挑选的末婚妻, 才能跟随在她身边。 命格不够硬者, 跟她走得太近, 基本都是九死一生。 否则的话, 你能成为方辰的妻子, 将会是你天大的造化。 于禅对于秋梅的话, 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尽管方辰她看起来较为顺眼, 但还没有到那种扑上去的地步。 况且方辰身边都有那么多女人, 她又何必掺和。 不过对于方辰, 她有些不解, 于是问道, 公主, 方辰来自于神东城, 应该和这些势力毫无交集, 为何会被人盯上? 难道就是, 因为她太过妖孽吗? 秋梅长叹一声, 道, 都是她师尊造的孽啊。 于禅好奇地问道, 她师尊是谁? 秋梅也并未隐瞒, 天阳子。 天阳子? 于禅惊作而起, 妖媚的脸上满是震惊。 是数十年前, 震惊外界的天阳子前辈。 她不敢相信地再次问道, 正是她。 秋回点头, 如禅花容失色, 许久之后才冷静下来。 她望着秋梅, 问, 那外界传言你与天阳子私奔之事? 是真的。 秋梅连犹豫一下都没有, 她是天阳子的女人, 这一点她永远不会否认。 尽管早已经听闻, 但听到公主亲自承认, 还是小小震惊一把。 吉星, 木, 柱子, 于禅道, 那您是方辰的师娘? 对。 秋梅点头, 于禅神色颇为复杂, 天娇格众天娇都觉得方辰不配武作, 因为她身份过于低微, 更无任何势力背景。 如此土著, 又岂能成为人族天娇武作之一。 但要是让他们知道, 方辰的师娘乃是当今公主, 师尊乃是当年的天阳子。 绝对没有人觉得, 方辰会输给其余的四座, 单单是公主这一层身份, 便可让方辰稳坐钓鱼台。 所以公主, 你为何不亲自出面? 你要是出面的话, 方辰也不会这般难过。 如禅道, 大部分天娇确实是因为林雪岩等人才恨上方辰。 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方辰来自于蛮荒之狱。 他们有背景有资源, 却是比不过一个从神东欲的土著。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方辰才会被人孤立乃至针对。 可要是他和公主的身份曝光, 那绝对不一样。 信生, 秋梅无奈一叹。 我如果出面, 那些人可就知晓他是天阳子的弟子身份。 到那时, 只怕他们会处处针对尘儿, 甚至想要他的命。 于禅恍然。 确实, 天阳子当初做的那些事情有些不人道。 而且得罪的还是人尽顶尖家族势力, 哪怕是人成殿也要掂量掂量, 特别是现在对外的关键时刻。 想到这, 于禅又想起之前出来的二人, 立马道, 公主, 我此次前来是要禀告一事。 刚刚我路过展门时, 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还有玄天长老。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那道身影应该就是云家的第九子, 云九月。 秋美手中的动作一顿, 温柔的神色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冰冷。 还真是小看云家了, 这么快就调查得清清楚地。 他冷冷说道, 云家, 天南玉顶级家族, 不弱于方家。 能有如此地位, 是因为云家老祖人族 仅有的几位物神境大能之一, 云天王。 这也是为何连人殿都要忌惮一二的原因。 哪怕有数十年未归, 秋美在仁皇殿中依旧体有威信。 她站起身来, 往外面走去。 公主, 你要去哪? 虚禅问道。 云家, 秋美道。 见公主气势汹汹, 虞禅知道, 只怕云家不会平静。 也就在这一天, 一直平静的长老殿突然宣布道。 十天之后, 问天可心将会在问心殿讲道。 此活一出, 全场哗然。 没想到第一位来天交阁讲课的, 居然会是问天可心。 我去, 居然能够见到问天可心。 实在是太激动了。 没想到, 居然还能够在这里见到我的女神。 之前因为女神无法进入天交阁, 可是把我遗憾的哟。 废话, 可惜女神已经是林海静。 她要是来的话, 我们还有得完吗? 能够听到女神讲课, 我一定不能错过。 没错, 绝对不能够错过。 不过, 女神讲的课是什么? 有人问道。 也就在这时, 张老阁也在这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次所讲之道是陶通一道。 此活一出, 全场寂静无声。 陶顿一道?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可是天交啊! 学这个干嘛? 我们要学的是增进实力, 不然的话, 战斗经验也可以, 陶顿之道。 难道是要让我们遇到敌人, 就逃不成? 哈哈哈哈! 她这话立马引起了不少人的认可。 哪怕是战死, 也总比陶顿要好。 对于她们来说, 陶是懦夫, 唯有战才是勇者。 这些天交自视甚高, 大部分人也都因为人生太过顺利, 从未遇到强敌, 便有这般想法。 十天之后的课, 她们必须要去。 但还是有一部分, 是在生死官拼杀至此, 经历过数次生死的她们, 很明白陶顿之道的重要性。 另外一边, 方尘已入剑脉风。 圣门的两座洞天伏地, 已经被她拿下。 其他的天交势力, 大多数也都交了五千万零食, 并且承诺进入尘门的洞天伏地, 会交死亡。 当然, 几大门并没有, 也放不下面子。 尽管无法进入尘门的洞天伏地, 但她们相信, 等到门主出关, 必定会给展门一个教训。 到那时再解决一切, 也不晚。 但对此方尘已经不在意了, 她和其他的人皇轻便天交, 注定会有一战。 而她纵然是在洞天伏地内, 长老的话, 也是听得一清二楚。 陶顿之道, 此道甚比神魔一道也。 对于陶渊的重要性, 一路而来的她, 最为清楚。 那种遇到大能, 只能束手就擒, 等待死亡审判的感觉, 她真的不想再经历了。 更不想看到至关重要的人, 因为她无法逃脱追杀, 而选择牺牲自己。 她深刻明白, 想要变强, 前提是活着。 而活着, 陶顿之道不可或缺。 之前本来打算不去这女的课, 现在看来不得不去了。 问天可星给她一种十分诡异的感觉, 让她有些警惕。 本打算不去, 但一想到, 对方能够悄无声息地靠近, 还能在神魔之眼盯着的情况下, 悄无声息地消失离去。 如此活术若是她习得, 日后前往鼎域, 也能够多些保命手段。 还有十天时间, 这十天可不能浪费。 正好借着这十天修炼一下十里创行, 看看此身法到底是不适合自己。 想到这, 她闭上眼睛开始参悟十里剑行。 约一个时辰后, 她猛然站起身来, 手中涂结膜剑线, 开始舞动起来。 她的身影在见脉风动天伏地中游荡, 创随步行, 又像是步随剑行。 二者合一, 正是十里创行, 此身法随剑而动。 跟随着方辰的创法而变动着。 不过这也很正常, 毕竟是天品二阶功法。 天品二阶虽难, 但对于她来说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动天伏地的能量和之前的一样, 迅速地被她所吸收。 看似容易, 可修炼起来却并不容易。 但对于创造, 方辰的天赋可谓是妖孽到了极点。 而有动天伏地的加持, 方辰的修炼速度可仅是快上两倍。 仅仅三天时间, 她便掌控了十里创行的第一层。 但方辰的修炼并未就此结束, 而是继续。 问星殿。 问天可星望着此殿布置, 很是满意。 一旁的乔姥姥看了却汗颜, 她问, 可星, 你真要如此布置? 问天可星点头道, 对啊, 这般布置不好吗? 行是行, 不过那方辰刚刚才用实力, 让自己不再受欺负。 你这么一搞, 只怕她又要成为众矢之之地了。 巧吴姥姥苦笑, 这有什么? 我要是当面宣布我是她的未婚妻, 相信会比这般劲爆很多吧。 问天可星道, 乔姥姥见言, 冷汗直合。 而问天可星在天南城被人, 要是真的当而宣布, 不仅是天骄闹钟的天桥, 人静的诸多强者都会将方辰视为死敌。 梦瑶在年轻一代受欢迎, 但和天可星的追求者可是和星一代, 不少更是成为人静的中流砥柱。 我说可星哟, 你可不能乱来啊。 乔姥姥说道, 你真要说了, 那小子的命只怕真的要没了。 问天可星微微一笑, 道, 放心吧乔姥姥, 我就是开开玩笑, 不会乱来的。 听到这话, 乔姥姥这才放下心来。 时间匆匆, 问天可星的课程即将到来。 天骄门陆陆续续停止修炼, 前往问星殿。 当然, 也有不少自视甚高者抱着轻蔑而去。 他们可不是去学习逃通之道的。 而是去看看, 问天可星这位人静有名美人。 问星殿为原形, 中央位置乃是讲台, 外围为座椅, 是弟子们的位置。 可当他们低达问星殿时, 却是被里面的布置给看愣了。 可是正对着讲台的前面的座位, 全部被清空, 仅仅只有一个宝座。 而这个宝座, 很明显也是给弟子做的。 这让不少人好奇起来, 如此主位是给谁做的? 难道是方星空、 孟瑶、 初杰星和东方步凡四人之一? 我看应该是方星空, 也只有他的天赋和地位, 才配得上这宝座。 确实如此, 毕竟方星空的实力, 还有天赋就摆在那里。 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啊。 孟瑶作为孟家圣女, 不管是天赋和地位, 也是不逊色方星空吧。 而且, 孟瑶还是女性, 这更有可能了。 不过不管是谁做, 只怕也会引起其他人皇清点天骄不满吧。 人里清点天骄都不一定会来, 只怕这个位置不会有人坐了。 他们一边讨论, 一边向着里面的座位走去。 可当有人走到侧面望向那宝座时, 却是看到, 上面竟然刻有字。 等等, 上面好像刻着谁的名字? 他立马喊道。 此话瞬间引起众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向前。 当看到上面座位的名字时, 却是愣住。 因为上面刻着的, 赫然是方尘二字。 市纷纷 推文。 西纷 鲜